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比较BV呢 再来介绍一颗手动的定焦镜头 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品牌 星耀Brighting Star的35毫米F1.2的 这样一个规格的APS-C画幅的镜头 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挂了富士的XT3 它是一个富士X卡口的 当然它也有佳能的EFM卡口 以及索尼的E卡口 因为我觉得富士的相机 对于手动镜头比较友好 所以说一直是用富士的相机来讲 那这颗镜头它的这个规格 算是比较大 一个1.2光圈 大家都知道我讲过 七公匠的这个35毫米1.2 我就吐槽过很多次 说这个镜头的画质很差 我很希望可以用一个1.2光圈的镜头 因为富士的相机 一方面是APS-C画幅 比全画幅画质要差一些 另一方面它的ISO还虚标 所以就需要一个大光圈的镜头 那这颗七公匠的镜头的话 就不是很满意 胶内比较的差劲 所以星耀这回发布的这个351.2 我还是很感兴趣 然后就拿着两台相机 一起在外面做了个对比的拍摄 由于XT30和XT3都是2600万像素 所以理论上画质应该是没有差异 通过放大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 星耀的镜头在光圈全开的时候 解析力要比七公匠好一丢 但是也没有好特别多 那么在胶外方面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星耀的话更加柔和一点 七公匠的边缘就稍微硬一些 不过的话在有些照片可以看得出来 星耀它的镜头炫光的问题比较严重 就是我们在夕阳的情况下 逆光拍摄的时候 就拍的就画面比较偏紫 但是就七公匠这个镜头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说画面的 这个炫光问题 还是说它的对比都会更好一些 所以整个画面的观感上 很显然是就七公匠更好一些 使用的时候 它也是有一个手动的转环 后面是光圈环 前面是一个对焦环 但是它这个对焦环和光圈环 都稍微偏紧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镜头 所以就感觉没有那么的松 就拧起来比较的阻力比较大 但是七公匠这个头 可能是因为我拧了比较多了吧 所以就感觉这个对焦环 是比较的容易拧一些 当然的话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些好处吧 你在使用的时候 有可能会可以帮你避免误碰 比如修改光圈 或者修改对焦 这个我倒是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拍摄视频的话 阻力比较大的对焦环的话 可能会影响你对焦的顺畅度吧 不过我觉得还好了 前两天我不是做了一个每颗的35 1.4 每颗这颗镜头的话 将那个解析力比较好 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跟新样的这个35 1.2 比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反正放几张照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对比看下来的话 觉得这两颗镜头 光圈全开的时候画质都差不多 我反正拍了几张 没有特别巨大的差别 没有看太出来 焦外的话 可能还是新样的这颗比较好 就是比较柔和一点 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 一个是1.2光圈的镜头 一个是1.4光圈的镜头 你白天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一旦到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1.2和1.4差的可是接近一档光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ISO6400跟ISO7200的画质 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晚上 宾江那边拍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个1.2可以给你降一档ISO 能带来的画质的提升 还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 你是选择这种大光圈 还是说想要好一点的焦外 另外现在这颗头 好像是在众筹 前面几十个人 能够便宜200到400块钱 反正大家可以去 他们的公众号 或者是淘宝店去问一下 那也没有什么的 这个镜头就很简单 这样一颗镜头 没什么好讲的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